说今年影视,看时间白态 今天要说的是一部美国犯罪电影《三块广告牌》 女主米尔生活在一个叫做爱彬的小镇上 这天她无意中发现了三块空置的广告牌 她来到广告公司打算租用那三块广告牌一年 并先支付了一个月的费用 这天广告公司正在布置广告牌 一个叫做迪克森的警察看到后却非常生气 因为广告牌上写着 威罗比警长还没抓到凶手吗 原来米尔的女儿安琪拉在七个月前被暴徒杀害 警方至今都没有抓到凶手 米尔想通过这三块广告牌督促警方破案 广告公司的老板因此遭到了迪克森的威胁 但是他拒绝拆掉那三块广告牌 媒体得知此事后对米尔进行了采访 很快警方不作为的事就登上了电视 包括威罗比和迪克森在内的所有警察都觉得很郁闷 次日威罗比警长亲自去找米尔 他表示不是警方不作为 而是案子确实不好办 在没有建立公民DNA信息库的情况下 尽管他没有凶手在被害人身上留下的DNA信息 也无法进行比对 威罗比还告诉米尔他已经得了癌症 可是尽管如此 米尔仍然不同意撤下广告 米尔的做法几乎遭到了整个小镇的反对 因为威罗比在人们心中是一个负责的好警察 如今他得了癌症时日不多 米尔不应该揪住他不放 迪克森在酒吧里威胁米尔 神父上门劝说米尔 连镇上的牙医都替警长打抱不平 强势的米尔将他们怼了回去 还打伤了替警长说话的牙医 因此被抓到了警局 警长将其他警察支开后单独与米尔谈话 可是没说两句就突然吐血 威罗比住进了医院 人们对米尔的指责之声越来越高 甚至连儿子都指责米尔太过固执 以至于一家人都不得安宁 米尔的前夫找到了米尔 让他消停一点 两人因此大打出手 迪克森认为 既然无法直接说服米尔 不妨先从米尔身边的人下手 于是迪克森找了个理由 抓了米尔的同事丹尼 除非米尔撤下广告 否则绝不放人 就在米尔陷入困局的时候 原本拒绝拆掉广告牌的老板 也因为威罗比的病入膏肓 选择了退步 他试图以租金不足为名 让米尔放弃 正在米尔为难的时候 有一个神秘人替他支付了 接下来的租金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威罗比警长突然自杀了 人们都认为是那三块广告牌 逼死了警长 愤怒的迪克森冲进广告公司 将老板暴打了一顿 不巧的是 新来的警察局长碰到了这一幕 迪克森因此被警局开除 警长的妻子将一封信交给了米尔 那是警长临死前写给米尔的 此时米尔才知道 警长就是那个垫付租金的神秘人 警长在信中表示了歉意 希望米尔不要放弃追查真凶 警长的死让米尔的处境更加糟糕 有一名男子来到他上班的地方撒了电 而那三块广告牌也被人烧了 愤怒的米尔认为是警察烧掉了广告牌 他决定报复警察 另一边 迪克森被告知 警长给他留了一封信放在警局 迪克森为了避嫌等到警局下班后才来取信 警长在信件中劝告迪克森 唯有转变观念收起力气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察 在迪克森阅读信件的同时 米尔开始了他的报复行动点燃了警局 当迪克森发现时 为时已晚 他拿起米尔女儿案件的卷宗冲出了大火 并在昏迷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卷宗扔了出去 虽然保住了卷宗 可是迪克森却因为烧伤住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 迪克森遇到了被他打伤的广告公司老板 迪克森为之前的行为道歉 老板虽然没有回复他 却默默地递了一杯果汁给他 而迪克森抢救女儿卷宗的行为 让米尔深受触动 此后发生的事情也证明 广告牌并不是警察烧毁的 而是前夫为了让米尔放弃 采取的过激措施 这天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找到了米尔 他们帮助米尔将广告重新做了上去 迪克森出院后 在酒吧里遇到了两个年轻人 无意中听到其中一个人说起 他曾跟朋友奸杀了一个女孩 他怀疑这个男的与安琪拉案件有关 于是迪克森故意招惹那个男人 虽然遭到了对方的暴打 但是却成功从对方身上抓下了一块皮肤 他第一时间将皮肤交到了警局 请警方将这块皮肤 与在安琪拉尸体上发现的体液进行DNA对比 这样就能确认那个男子是不是凶手 随后迪克森将这件事告诉了米尔 请米尔不要放弃希望 米尔对迪克森表示了感谢 一直敌对的两人终于近视前嫌 可是警方经过DNA对比后 发现那个男子并不是凶手 而且那个人一直在国外 他在酒吧所说不过是吹牛而已 得知这个结果迪克森和米尔都很难过 迪克森告诉米尔 虽然那个男人不是杀害安琪拉的凶手 但他一定是杀害另一个女孩的凶手 两人将那个男子当作杀害安琪拉的凶手 他们踏上了前去复仇的路 在路上米尔说出了火烧警局的真相 迪克森半开玩笑地表示 他早就知道是他放的火 米尔不由地笑了 随即两人又问了对方另一个问题 到底要不要杀掉那个男子呢 可是两人都没有做出决定 影片到此画上了句号 在第九十级奥斯卡班奖礼上 这部电影败给了水行物语 无缘金像奖 但是他带给观众和社会的思考 却并不输给水行物语 在这部电影中没有绝对的善恶对错 满嘴脏话的警察看起来一副官僚做派 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敷衍过任何一件案子 女主未替女儿讨个公道 不惜承受权证人的指责 作为一个母亲她是合格的 但是她火烧警局的做法确实过于激进 这也是这个人物的缺陷所在 影片没有刻意去指责谁 也没有想要塑造一个玩人 而是将每一个角色完整地暴露出来 让观众自己去评价 迪克森原本是一个充满力气的警察 这种力气来源于他家庭的不幸 对于迪克森而言 威洛比警长是他视为父兄的人 当他看到逝去的警长留下的教诲 他终于开始改变自己 在大伙中全力保住受害女孩的卷宗 在医院对被自己伤害的老板道歉 为了拿到证据甘愿被打 女主为了督促警方办案 采用了种种过激的做法 旁人的不幸与难处 在他的丧女之痛面前都无足轻重 当警长为他垫覆广告废后自杀 当迪克森冒着生命危险 保住卷宗并取得证据 他坚硬的心终于被触动 变得柔软起来 所以这部电影更多的是展现一种转变 人自身的转变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转变 而警长在这种转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部电影充满了自欺欺人的偏执 女主自欺欺人的把破不了案 归罪于警方不作为 迪克森自欺欺人的以为 将广告商打一顿就能让警长活过来 最后两人再次自欺欺人的认为 只要杀死那个吹牛的男人 就能为被害女孩报仇 这种自欺欺人的偏执 再加上种种误会 便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暴露的恰恰是人心的狭隘 影片最后他们互问对方 是否要干掉那个吹牛的人 而他们的回答是路上在说 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回答 却已经将答案传达给了观众 抓到凶手报仇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心灵的释怀 好了 本期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表看法